真的好過別地去看 如果你想想Bed Friday的主題 我覺得最大價值的話 其實都是你買比較大的介股 Apple 因為通常就是在這些Bed Friday 你看iPhone的銷量 還有近幾年來講 它戴手帶的裝置 無論你是iWatch 或者Ear Phone 其實看到它節日假期的銷量 其實相對上是好 而且長遠來說 它也有繼續不同的概念 去做一些Service方面的服務 另外近期來說 希望可以提早出Apple Car 其實對它們中長線的部署來說 其實我覺得Apple 也是長線可以吸納的 短期來說 也可以查看Bed Friday的概念 你覺得蘋果這隻股份 也OK的 譬如燕水瓶 因為它真的破了頂 但看到昨天的上影線 其實也頗長的 我覺得是分注去買 近期來說 因為科技股 你怕它有機會提早加息 我覺得其實 那個機會比較微 會不會加大力收水 反而是有機會的 但我覺得未必是 真的這麼短期的事會發生 你看看通帳數據 以及意識聲明 看看會不會有些端倚 我覺得市場上 都是在等待這件事 而且如果你真的怕美股調整 或者科技股調整的話 你當然是買一些價值型的一些科技股 如果你真的怕的話 因為你這些買了下去 就算你美股調整下來 例如其實你坐下去 你也不怕 還有你的策略 你是一個分注去部署 你不需要這麼高位 你自己已經是衝殺進去 20 je來看 20,000 20,000 2014,000 2014,000 7,000 20,000 21,300,000 一起 20,000 20 Youth